那綠拿鐵它就是類似一個像 綜合終極果汁吧一樣 很多對身體很好的食材 把它全部打成一杯精華 我在這個喝了一段時間以後 我就慢慢就變成現在這個模樣 其實你敢吃香蕉皮的人 其實香蕉皮有很大很豐富的營養 它也可以直接丟下去攪打 新鮮製作的綠拿鐵的感覺是怎麼樣 你喝看看 好 那我要喝囉 吃房乾其實你知道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有喔 所以就是在這邊其實大家會發現 其實我看起來蠻瘦的嘛 可是其實我也有過黑歷史 我曾經也有胖過 最高紀錄我胖到大概78公斤 那我的身高大概174嘛 所以以這樣子的來算起來 其實算BMI有超重的 那那個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我自己沒有感覺 那就是心裡啊 他就是發現說 我好像雙下巴已經跑出來 越來越圓潤 然後他就覺得 欸 這樣不行 所以他就開始就是 禁止我吃東西 那我就會很生氣 因為我那時候工作壓力蠻大的 然後我覺得說 欸 我唯一的 樂趣啊 對 就是紓壓的管道 可能就是那個時候很忙也不能運動 所以只能用吃東西來紓壓嘛 那後來我就發現我的體重就直線上升啊 然後我請同事幫我做超音波 我結果發現我的脂肪肝 從輕度後來就變成中度甚至快重度 我的血脂肪就因此就不正常 比方說我的中膽固醇 三酸肝油脂 還有一個叫低密度膽固醇 我都超過正常值 都是紅子 後我就發現哇 這樣不行 好像真的需要來做一些改變 所以我就開始跟我太太討論說 我們怎麼做那個體重的管理 那我自己就是先從一些熱量啊 日常飲食熱量控制著手嘛 那因為我太太她對這個 就是烹飪料理蠻有心得的 那我就開始問她說 欸 那你幫我想個辦法 看說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我 就是可以從飲食上減重 然後那時候剛好歐美的那個 好萊塢隱辛圈流行綠拿鐵 我想說欸 那他們都是以綠拿鐵 來養生然後減重 我就把這個概念學起來 然後想說試看看給張醫師喝 所以我從第一杯開始試試試試 到第十杯 他到第十杯的時候 才慢慢願意接受我調配的綠拿鐵 算是一段有點辛苦的歷史 因為那個東西是味道非常的那個 就是不喜歡 鮮明 你知道嗎 不喜歡很生菜的味道的人 一開始在接受上 會比較有一點的時間要克服 那後來就是經過這 大概好幾個月到半年的時間 用這個綠拿鐵來調整 那我們剛剛講說綠拿鐵裡面 這麼多的蔬果對不對 它有很多 膳食纖維 那膳食纖維很大的一個幫助 它可以消除脂肪肝 而且也可以幫助你身體代謝那些膽固醇 所以我後來啊 再抽第二次學追蹤的時候 數字又慢慢下去 然後後來等到我體重比較OK的時候 我就整個膽固醇啊 血脂肪包都恢復到正常 像我最近出了一本新書 然後我書裡面就是寫了很多那種 對健康很好的食材 那綠拿鐵呢 它就是類似一個像 綜合終極國之八一樣 它把我們這種在書裡面 提到很多對身體很好的食材 把它全部 然後濃縮讓你在早上的時候就 一次就把它全部喝下去 那其實它裡面主要很多就是 以一些深綠色的蔬菜為主 比方說像花椰菜啦 還有什麼 菠菜 菠菜 有一點感染啊 比較不知道該如何料理的 其實你都可以把它放在那個 食材裡面就一起交大 對 比方說大家 平常常會聽到說醫生就說 你要多吃一些 比方說核桃跟胡桃 這些東西它對身體 其實都很健康很好 但是問題是說有一些 長輩 比如說牙口不好 核桃胡桃對他來講 太硬了 或者是說他的腸胃不好 吃這些這麼堅硬的堅果類 他吃以後他胃會不舒服 那這種時候都 我們就用這個綠拿鐵 把這些 剛剛我們提到一些 菠菜啦 雨衣橄欖 還有花椰菜 像核桃胡桃 這些堅果類 全部把它打成一杯 那所以他會讓你在這個喝綠拿鐵的過程 他會攝取很多 足夠的纖維質 然後呢 因為這些深綠色蔬菜 含有非常多的礦物質 像微量元素 那當然也有很多 維生素啦 還有抗氧化物 所以他對我們健康的成效啊 第一個 早上會提供你一個 夠 足夠的飽足感 像我喝這個 最主要目的是為了體重管理嘛 所以我喝這一杯 早上有基本的熱量 同時我也會有飽足感 我不會餓 因為我們家的堅果類 就有一些有 好的油脂 跟蛋白質都在裡面 第二個的話 他就 抗癌 因為 綠色蔬菜之王 像花椰菜也在裡面 那核桃胡桃 對心血管有保護的作用 那他也有抗氧化 抗發炎的效果 所以 我在這個喝了一段時間以後 慢慢慢慢就經過 體重的這個 熱量控制啊 一些運動啊 再加上綠拿鐵的 幫助我就慢慢就 變成現在這個模樣 就比較 稍微比較瘦一點這樣子 綠拿鐵有分 生的綠拿鐵 跟熟的綠拿鐵 那生的綠拿鐵 他的不一樣地方 就是他的菜是生菜 那熟的綠拿鐵 青菜是有經過汆燙的 那生食的綠拿鐵 在我們的顧慮上 如果你可以在製作過程 你可以確保說 你在清洗這個生菜的過程 沒有充軟啊 或者是 你在喝這個飲品的過程 你不會怕這個生菜的深色味 其實喝深的綠拿鐵 是OK的 反而是更健康 那熟的綠拿鐵的話 青菜有經過汆燙嘛 那就你就不會有 有蟲軟的問題 也比較不會有 生菜的那個深色的味道 入口的部分的話 會比較容易入口 那張醫師他就比較喜歡喝 熟的綠拿鐵 他就是覺得 一開始第一杯是用生的嘛 然後到最後他慢慢慢慢試試 到後面他用熟的時候 他覺得 好像比較好喝 所以我們 我們家是喝熟的綠拿鐵這樣子 對 所以像剛剛一開始講的嘛 他給我喝了10杯嘛 我第一杯就 虛的10杯 不是喝了10杯 第一杯我覺得說 好像在喝草 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拿一杯 好像是外面 把草打成汁來給我喝 就是 我覺得蠻好喝的啊 所以就是你看 他會覺得很好喝 我就覺得 好像味道實在是太濃厚了 所以其實 生的綠拿鐵並不會不好 因為我們剛剛講很多那些 像蔬果類的東西 他 假如經過一些溫度的話 你必須要掌控他的溫度 比方說我們假如要把 蔬菜這些東西去汆燙 一般我們要掌握時間 不要超過30秒 因為 我們剛剛提到這些蔬菜裡面 還有一些維生素 比方說像維生素C這些 假如是很高的水煮的話 他的這個維生素C會流失 所以變成說 我們在做生變熟的這個過程 你要掌握的是溫度水溫 還有汆燙的時間要短 那就是打到一個讓那個味道 稍微比較不要那麼的 像草啊 像生菜那樣的味道 會有一些人可能接受度會比較高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這邊要注意就是說 什麼人要喝生的 什麼人要喝熟的 可能還要考慮一些 你的本身的一些身體狀況 比方說假如你是有一些 慢性腎臟病 那像這些深綠色蔬菜 因為他的 甲離子的含量比較高 那慢性腎臟病的話 就是要注意甲離子不能過量 所以假如你有慢性腎臟病 或一些心臟方面的疾病的時候 你必須要注意說 你可以喝 但是你不要 Maybe 你不要每天喝 可能你一個禮拜喝一次或兩次 適量攝取就好 那還有一些像 有些慢性的比較胃部疾病 因為我們這個 綠拿鐵裡面主要一個很重要成分是花椰菜 花椰菜本身它 其實是一種算是比較容易產氣的一種食物 所以有一些 朋友可能他本身消化比較差 或常常有這個所謂 慢性腸胃脹氣的問題 那你在喝這個 綠拿鐵的時候 花椰菜的量你可以抓 比方說花椰菜你就少一點 或者說像我剛剛提的 Maybe 不要太每天喝 可能就是一個禮拜喝一杯或兩杯 來做一個保養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既然都講到這麼棒的一個綠拿鐵 就要拜託欣妮 來為我們來做一個示範 來教大家 怎麼樣在家裡面做出一杯 美味又健康的綠拿鐵 那就交給你囉 好喔 掌握一個技巧就是在汆燙那個 那個蔬菜的時候不要超過30秒 蔬菜裡面的維生素C就不會流失喔 所以黃金數字30秒就對了 是的 所以我們要先等這個水滾燙嘛 對 然後再把蔬菜放進去對不對 對 現在看它好像已經開始快要冒泡泡了 對 菠菜 菠菜 菠菜水先下去 對 30秒喔 對 已經滾了 已經滾了喔 那我就丟囉 好喔 趕快丟喔 好 花椰菜也全部下去 對 那香蕉和蘋果不用 不用燙 不用 好是喔 哈哈 好啦 現在30秒啦 我們現在熄火了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 蔬菜撈起來 直接把它放到 直接要撈進去是不是 對 把它放進去 好囉 這樣子我們的綠蔬菜已經 完成了一大半了 然後呢 其實你敢吃香蕉皮的人 其實香蕉皮有很大很很豐富的營養 它也可以直接丟下去攪打 但是 我們這邊還是就是把香蕉脫掉好了 然後放入那個蘋果 然後 薑黃 薑黃 喔 薑黃 然後我們的 薑黃要配 胡椒 還有這個是什麼 奇牙子 OK 兩勺 然後再來是 胡椒嗎 胡椒 然後再來呢 然後再放堅果 堅果 堅果 堅果要多少 沾濕堅果要一天可以吃多少顆 一天一掌心 一掌心 但是就一小掌 好 所以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我們下去 好 還有嗎 還有讓你覺得好喝了 蜂蜜 蜂蜜 蜂蜜看口感嘛 假如不喜歡那麼甜就不要那麼多 就不要那麼甜也可以不用加啦 也可以不用加 對 但是就是怕說不敢喝 所以稍微少許增加 看一點口感 這樣夠了嗎 就看你要喝多少蜂蜜囉 其實蠻甜的有香蕉的甜味 不會太 應該不需要太多啦 適量即可 對 然後再加入水 再加入水 水要加多少 全部加進去250cc 250cc的水 下去囉 對 OK 這樣接下去就開始 就完成了 還沒完成啦 要嚼打它 對不對 我們現在綠拿鐵就已經打好囉 它就會呈現很漂亮的 舒服的綠色 那我們現在就來喝看看這一杯 新鮮製作的綠拿鐵的感覺是怎麼樣 好 讓我看看 好 那我要喝囉 好喝嗎 真的蠻好喝的 而且它沒有那一種 我們剛剛說的 比較像青草的味道 它就是有很濃厚的香蕉的香味 對 香氣 比方說你覺得太濃 你也可以加一點 多一點水 那如果你覺得太稀 你可以少放一點水 這是可以自由運作的 對 然後甜度也可以自己挑嘛 就是像剛剛你說的蜂蜜那些 不喜歡吃太甜喝太甜的 就可以少加一點 真的還蠻好喝的 我可以再喝一口嗎 可以啊 好 歡迎大家一起來嘗試看看喔 如果你喜歡早安今天上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喔